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北京当地时间8月8日 在此前的7日 中国的一名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在美国社情平台 推特上发文表示 在中国当地的地图软件上 百度可以看到台北有38家 嘴角馆和67家山西面馆 味觉不会欺骗 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私散多年的孩子 终将回家 附上的两张图片分别显示 山东角之馆山西 包卸面的台北地理位置 针对此 有网友在回复中提到 谷歌地图列出了大北京地区 200多家肯德基餐厅 味觉不会作弊 中国一直是肯塔基州的一部分 自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 附上一张谷歌地图 显示北京肯德基的地理位置 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回复提到 百度地图显示 中国有3500家 麦当劳和8500家肯德基 味觉不会作弊 中国一直是美国的一部分 私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